好,我们继续 在献决法流、圣义的自正中 词是无所入的 法法空极 不见有能正所正 也不见有可正可入 这个就是献法见 当下的身心 当下的体振 不是像我们在旁边看来分别一样的说 它入流了,它体振到什么 而是真正的当下是法法空极 难所都巨名 没有难所可得 也没有认为自己可以正 有一个可正者和可入的 没有这样的一种分别才是真正的体振 摄身等六层即一切的境界相 如此一切境相才称它为虚头环 体振法性的当下是法法空极 能所巨名 没有可得可正的这一种分别 包括外面的六层色身相会触法 一切的境相多不入 一切的境相多不入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上次有办禅修 有去参加人应该都有听到过 建法体振的就是法性极灭 那是能所巨名的 六层都不起的 那才是真正的体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着相 用文字去解释它 出国是什么 正道的是什么 然后讲的境界一大堆 我告诉你 真正正入法性空极 是什么境界都没有 也就是一切境相不起的 大家要注意 虽然我们现在还 也许我们都还没有机会 还没有提正道 没关系 至少观念上要正确 你才不会怎么 你才不会着相 我们很多人修行 修观想 或者假想观 使我们的意念 安住于一个所缘 慢慢的身心凝聚了 就说我看到了 我要观想佛像 佛就跑出来了 我看到佛陀的什么 头啊 鼻子啊 身体啊 这个三十二相都跑出来了 以为这样子就是一个境界 或者是感应的某某境界 那个都还在相里面 都还在境界里面 而真正体正法性的人 是没有境界的 任何境界都不是的 这一点很重要 至少我们还没有正 但是观念要先明白 有一天 你真的瞎体正道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 只能心灵体会 但是没有办法研说 这样子大意思 不是起来讲 我昨天体正道什么了 我看到什么了 体正道什么 看到什么 那个都还是心灵像 心灵的像 这样子大意思 还在心像里面 因为都不是真的 法性极灭 要注意 这个重点 我点 大家以后才不会 换这个过错 也不会说 在某个现境像里面 以为自己是建法 真正的 怎么体会到什么 才不会耽误自己 所以导师 他在写法的时候 每一个重点都没有漏过 提醒我们要注意 真正的体正正义的自觉 法法空极 不见有能正所正 也不见有可正可怒 这几句话很重要 后面这几句话 色身等六成 即一切境界像 不如此一切境界像 你看多重要 这个才是真正的体正到法性 也才是真正的虚妥环 是一切法不入 所以叫入流 所以不要以为入流 是入了什么流 而是不入一切 才叫入流 这样注意点很重要 虚妥环是生文圣的出国 断除三劫 即一切见所断获 出得法眼镜而得法身 经七番生死 闭入涅槃 出国我们讲断三劫 就是破见获 观念上的执着 观念上的迷惑错误 破除了 这个知见上先明白 三劫就是我们的身见 身见就是我们讲的我见 戒进取就不会在错误的戒律里面以为是实在的 像外道的很多戒啊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为什么 我只隐身的破了我见身见 戒进取也就不会执着了 内心对三宝就不会再有疑惑了 所以破疑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真正见法的人 他不会再疑惑佛陀所说的话 不会再疑惑这些圣者们所证的果报 不会疑惑他知道了他体证到了原来是真的如此 以后不会再有疑惑 所以我们学法的人 见法是入门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学法不见法还是凡夫一个 生死了不能自主了 你见法了你信心就建立了 佛所证的佛所说的法 圣弟子们圣者们所证的你不再怀疑 因为你自己也体会到 这个何等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修行的人 必要有一个误触 今天不见法 你还是门外汉 还是凡夫一个 还是生死不断 尤其很多人为人 那见法很难 很难习 其实在我们看到佛陀所开示的这些经文里面 正出果的很多很多 正事果的都很多了 何况是出果 我们看到阿安经里面 有的外道也好 一般的凡夫也好 第一次来见佛陀问法的就见了 见了这个见法 就是正这个出果 很多 法眼经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为那是不可能的 很难的 其实不会 你听到的如果是真正的证件 你学习的是真正的政治证件 你只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生活中 在四四五五的接触中 你都可以依这个法去观察 是不是如此 佛法的平时伟大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都可以体正 那才是真正的奥妙 才是真正的好 如果他所谈的是虚无的 是缥妙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正的 你怎么求 怎么拜 怎么学都没有用 佛法的如实就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感受中 多能够证明的 能够观察而体会的 他的伟大就是在这里 所以人人可得 我每一年感受到说 我们佛法 如果不谈正知见 不谈正知正念 我们都会变成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寄托依赖 等待人家来救你 那就完了 所以学法有多重要 所以出我迫的是什么 是见惑 观念上的 我们以习性 教育 环境 我们所谓的民俗 给我们很多错误的讯息 我们从小就接受了 但是之间的错误 也带来我们声音行为的错误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教育 为什么要听法 就是修正了我们 我们知见上的错误 观念的离千 导正了我们的知见 叫政治正见 佛法给我们的政治正见 我们依着佛法的政治正见 去思维 去探讨 去观察 去证明 果然是如此的 我们的身心活动 六根六成的作用 见闻绝经的这个功能 我们都在这个中间 能够去观察 能够去体会 能够去证明的 它是很实在的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感受中 就能体会的 只要照那个方法去体会 每一个人都体会得到 所以正出火并不难 如果我们的知见 没有导正 方向错了 观念错了 你怎么修也 也修不出来 所以知见都重要 我们今天听的话 如果不是政见 看你怎么修 基督教只要你信任他 你相信他 你好好的 照他的方式 他就会认为 你将来就可以往生哪里 到他的身边来 但是谁来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 火法不是叫你信而已 是叫你真正的 破除错误的观念 怎么样去观察 是不是真的 还要证明 它不是叫你迷信 崇拜 不是 每一次谈到这个重点 我都会一再的讲 一再的讲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这里太重要 这可以厘清我们的观念 这个观念你一再的听 你一再的明白 你慢慢就不会被蛊惑 被那个迷信 把你引走了 不会的 你还没有证明的是 你不要随便相信 就是在讲这个 要证明 正在虚头环 虽然见了法流 知道法性 但是我们只讲的祸 迷惑 有两种 一个叫见祸 一个叫失祸 这里破的叫见祸 就是观念上的错误 什么是失祸 失就是行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身心 长远以来 染灼的习性很深 那个行为带来的迷惑 那个就是惯性 我们讲的惯性 那个 要去断除 叫失火 观念虽然导正 行为还要导正 但是行为是在我们过去以来 很多的惯性一直存在 我们要修正这个惯性 也要相当的努力 所以为什么出国 明白了 法是这样子 明白了 空性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摊秤痴的习性 还有 摊跟撑的习性 还有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 针对我们的摊跟撑的习性 怎么去把它 断尽 这个叫破失火 失火破的时候 就是在阿罗汉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是属于 见货的部分 所以也不是见阿罗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入圣流啊 是说你将来 已经一定可以解脱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只要把剩下的 贪嗔的习性 断了以后 你就在阿罗汉 你就可以正入涅槃 所以正出国的人 到四国 这个时间的长短 最长最长 就是七度的人天完缓 你一定可以正阿罗汉 这是最长 如果我们今天正的出国 我们一样的再精进 就在这一身 也可以正二国 正三国 正四国 不是一定要七次 人天完缓 是说最长 如果你停在这个地方 不再用功 是不是 那你可能就人天七次要来回 最长 就会正阿罗汉 所以你说我们在座 是不是过去有正出国的 不一定 有 也许这一身再加公用可以正二国 也许这一身再加公用可以正阿罗汉 都不一定 所以我是说我们大家要有信心 这个法的明白 对三宝的不疑 我们就会有信心 不然我们觉得 哇 正国可能吗 我们怎么可能 好 先火定我们不可能 那你还要用心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法中的一种方便 有时候我们会被耽误了 为了要让你信仰 产生信心 他说我们众生靠自力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无史以来的愿意太深重了 我们只有等待佛菩萨的威德来救我们 我们只有靠佛菩萨的愿意来度我们 这个观念是善巧方便 是度那些没有信心的众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大家只有把这个观念当为究竟 就完蛋了 我们每一个都没有办法自信 都要等我们来救了 那你怎么解脱 所以我们说法的方便要明白 对某一种根性 对某一种人 不得已他需要这样说 也无可后悔 但是把它当作是究竟的 那就错了 干顾到我们 自己溺在了那份信心 先把你的信心火定了 那你还怎么修 不对了 真正的究竟意思 法法平等 人人机会平等 所以我们大神讲一佛成 人人都能成佛 人人都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建立在信心上 而且建立在什么 法性的平等上 确实是如此 讲到出国 我们就要叮咛这个重点 大家要有信心 于持正见 你去观察自己 思维消化 在观察 一定人能可以正的 这一点 我很肯定的 确实是如此 大家要有信心 好 再看讲义 佛又问 那么正得恶果的思陀寒 他会自念我 能得思陀寒果吧 虚菩提也说 不会的 因为 思陀寒的意义是一往来 简称一来 正得恶果的圣者 断欲倦心所断货六品 还有下三品 还须一往天上 一来人间寿生 方得就尽 所以我们说 恶果 他的贪嗔 解决一部分 还剩下一点点 这里就讲 还剩下下三品 上面的六品 断货是断 下三品还没有 就剩下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 还要一来往人天 再把这下三品 把它断进 那就可以证阿罗汉 但是在圣者的献诀中 没有数量可说 没有动向可说 哪里会想到 此来 彼去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站在空性 法性上来讲的 你真正正当恶果 你还会执着 持有的所谓数量 来去的动向 有一个我在来来去去吗 还有数量的分别吗 在法性的体制中 这个都是不起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正恶果 所以就如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在说法 在分别它 解释它 所以说恶果是怎么样 出国是怎么样 三国是怎么样 是在分别言说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观念 真正在宪政的当下是没有的 这一点还是一样 跟出国一样 在恶果不但是建法性空极 它进一步 贪嗔 那个习性 已经转化很多 还剩下一点点而已 更不会执着 有没有一个实在的 我来来去去 几生几世来来去去 还有这个数量的观念 时间的观念 不会 在法性中是没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今天讲出国 我们要破出国的执着 讲恶果 内容是这样 对恶果也不能有那种 向上的执着 谁说谁破还是一样 圣者通达国法必见空 所以不但不会起 使有的自我的意念 也就自己的来去活动 也是了不可得 破我执的人 不会再起我见 所以不会认为 有一个我在来来去去 通达了法的必见空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会认为 有一个活动者 来来去去的人 密心了不可得 何况是命来去则可得吗 这个大家就知道 再来就是要讲三果 佛又接着问 证了三果的阿纳汗 或许会自以为能证阿纳汗果吧 阿纳汗是不来的意思 断五下分解 即欲戒的修获 断尽 不再来欲戒受生 所以名为阿纳汗不来 我们讲出果是断三下分解 阿伸见 借进取跟仪 那么五下加两下是什么 就是贪跟秤 连贪秤都断 所以欲戒的 破业都断尽 所以不再来欲戒了 所以叫阿纳汗不来 但是不来不是已经正阿罗汗 他只是断五下分解 还有五上分解 那么不来是不来欲戒的意思 那么他 暮灭后往生什么 叫五不还天 还是在天界 在那边才占阿罗汗 只是不来欲戒 不来受生而已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须菩提回答说 这个也不会 因为没有真实的不来者 是我空 没有真实的不来法 是法空 这两句话很重要 真正的体会空性 有没有一个来来去去的 叫我的东西 是没有的 那这样我就空 我空的意思就是 没有我的实性 空就是无实性 没有我的实性 体会到这里了 那有没有一个法来来去去呢 我都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所以有没有真实的来来去去 或是不来不去的法也没有 这个叫法空 阿罗汗深入法性 不但不着来向 也不着不来向 最近要大家要深思 没有我来来去去 那有没有一个不来不去的 注意天啊 这个很重要 没有来来去去的 有一个不来不去的吗 没有来来去去的 没有来来去去的 如果有一个不来不去的 那是有啊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来来去去的 也没有一个不来不去的 这样是到意思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体会到什么 深深密密的虚幻 所以我体会到有一个不生不灭的 那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有啊 注意啊 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讲 不但不着来向 也不着不来向 两边都不走 是毕竟空 一般以为 来去是动 没有来去 那既是不来不去的静止 其实不来不去既是住 如果没有来去动向 哪里还有不来不去的静止向 所以导师啊 在采扬这个空意的时候 是非常彻底的 毕竟空 我们有一些 体系的法 就认为如果什么都空 那不究竟 不是断灭啊 他怕断灭 所以认为空是不了义 应该有一个不空的 没有一个来去的 那应该有一个不来不去 是不是 就要注意哦 佛法中就有这样的观念 那这样子是不是真正体振到 所谓的涅槃呢 或者是法性极灭 这个都是问题哦 缘起法中 静不能离动 离动的静止不可得 注意听哦 这个很重要啊 什么叫缘起法 你说动的时候 你离开静 怎么来形容动 离开动 你又如何体会到什么叫静止 动静是相依相远而显现的 这个一定要明白 没有绝对的动 没有绝对的静 要注意听 所以缘起的奥妙 一定要很深刻的去体会 去了解 不然你都会落一边的 动也不离于静 离静的动向也不可得 我们讲阿含尖的时候 又讲到导师写的 有时空洞 有没有 大家如果还记忆的话 回去可以看看 什么叫有 什么叫时间 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动态 你慢慢就会了解 这个都是从缘起法的 相依相远而显现的 没有绝对的 有绝对的就是不变的 就形而上的 都不是 来与不来 无非是 一元假和 在通达 信空理相的圣者 是不会自以为是不来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从东到西 在西边的人说 他叫来 那么在东边的人说去 是不是 那这个来到底是来还是去 是来也是去 这样知道意思吧 你来没有去 离去没有来 它是缘起的 现象而存在的 我们说它为来 说它为去 是不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绝对的来 没有 有没有绝对的去 没有 你来没有去 离去没有来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叫缘起法的相生而已 而事实上来去多无自性 这个要注意 这个很重要 所以真正通达 信空啊 你一切向着执着啊 还会执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来跟不来吗 不会啊 佛又问啊 以正极果的阿罗汉 会自以为我得阿罗汉到吗 虚弗迪达不会 不会这么想的 阿罗汉有三意 阿罗汉有三个意思 第一就是应供 第二是杀贼 第三是无声 从阿罗汉而禁断五上分解啊 其实上界的心所断获 得究竟解脱名为阿罗汉 到三国以下 是断了五下分解 阿罗汉连五上分解也断了 这里是讲 约他的恩德说 应受人天供养 为世间做大福田 名为应供 一个真正到大解脱的圣者 阿罗汉 他可以接受人天的供养 为什么 他是作为人天的一个大福田 我们供养这些圣者啊 是给众生众福报 所以他才有资格叫应供 这个是在恩德上来讲 那么断德杀尽一切烦恼贼 名为杀贼 我们的一切烦恼贪生吃都止息 这个叫断德 所以也名为杀贼 这个贼就是贪生吃烦恼 贪生吃烦恼都已经尽了 名为杀贼 那么因为他的自得来说 侧正无生极灭性 名为无生 得无生智 这个是智慧的成就来讲 体正无生 无生的智慧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叫智德 后面的解释就是说 我们凡夫啊 为货业所居服 流转于生死中 出二三果的圣者 还不免随货任业 而说他还有几番生死 道汉这才什么 货业甘枯 日语无生 而不再感受生死 完成究竟的解脱 我们众生都在货业中 造业 所以我们的生死不断 那么正出国 二国三国这些圣者 虽然他们体正法性 但是还有什么 一点点的业 还没完全断尽 所以我们才说 他还有几番生死 也是在业上来讲 他的货业还没有清净 那么到阿罗汉的时候 他的一切业都干顾了 体正的就是无生 不再感受生死 这才是真正的解脱 那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关系到一些观念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认为 我们无始以来的业力 像虚拟山一样 无静无量 所以认为我们要断这些业 清净是不可能的 也是自我的先火定 也就是说 里面这个月 如果让它干净 他说这个精净是不可能的 无量无边 无始以来的生死 我们有多久 我们在佛法中常常形容 所以我们过去 生死留下来的那个骨头 如果把它堆积起来 像虚拟山那么多 那几生几世不知道 形容我们的业力非常的多 那是几乎没有办法断尽 甚至有人讲 说我们的巴士阿赖耶士 他画一个圈圈 像阿赖耶士 里面的月 点点点点 无量无数 他还说 这个月一点跑出来 这一生就受苦无尽 那么这一生受的要死要活 还的那就是那个月 那还有无量无数的月 怎么还得进 有人这样解说 这样子也说 他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这个就是不懂得缘起的道理 我们讲到这个重点 大家要注意 我们讲十二因缘 我们讲它缓缓相扣 是什么意思 无名 缘醒 行缘事 缘名色 六物 处 受 爱举友 生 老死 这个十二因缘 它叫做缓缓相扣 像那个缓状扣在一起 好 它又转成一个圈圈一样 缓缓相扣又扣一个圈圈 它几乎是无止境 但是不要忘记哦 中间任何一缓断它就不会相续 知道这个重点吗 所以我们要注意哦 如果不懂得缘起跟缓灭的道理啊 我们就会落在那个定命论 宿命论里面 以为我们的业力深重永远不可得 不能解脱 那就不懂缓缓 那就不懂缓起 无名破啦 会不会原型不会 是不是 行破啦 也不会原事 任何一缓断啊 它后面不会相续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 缓起的理论重要的 生死流转的条件是什么 要先明白 才找到它的因 无名破是一个关键 爱取有破啊 也是一个关键 这样知道意思吗 无名破的是偏破贱货 爱取有破啊 就是破失货 两个重点 任何一缓断啊 它后面就不会相续 这个很重要哦 阿罗汉为什么能这么说 此生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而不受后有 它凭什么通 它不受后有 它知道它无名破 它不在意火 它知道它的爱取也断了 它不会再被人间 任何的留恋跟执着 它很清楚的 所以它说不在受后有 为什么 爱然断了 无名也断了 它很清楚 如果我们今天 也能了解 知见上能修正 在我们的生命提振中 也了解一切的如患性 真的不在贪婪 不在执着 不在一切法而束缚 真的能超然一万物 你也可以自证 它没有办法再相续 之间的错误 带来我们身心行为的错误 才会照页贪爱 去着 明白了 无名破 爱然也断了 你自己很清楚 它什么条件 继续让你生死相续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各位 元旗法很重要 没有懂得根本的元旗法 你会受一般的传统的宿命论的迷惑 你会没有信心 所以我也曾经讲过 周里盘陀且 头脑不是很智慧很高的时候 还没有站在阿罗汉以前 连个记者前面后面都没有办法记的 他为什么能证阿罗汉 央杰摩罗这一生证阿罗汉以前 他还想杀佛陀来道拜 是不是 他杀了99人 业重不重 他为什么能证阿罗汉 注意听 这个是一个启发性 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元旗的法则一定要明白 他为什么会生死相续 环环相扣 不停的流转 如何让一个地方断了 他就不会相续 多么重要 导师在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业阿 怎么样才会变现形呢 要烦恼的滋润 有没有 今天没有烦恼 业也不会怎么样产生作用 所以比喻嘛 烦恼像种子 不管是树的种子 还是菜的种子 还有一切什么东西的种子都好 种子就像他留下来的业 它会成为现形必须要条件 对不对 是不是要水要土 你要在泥土里又要有水 又要营养又要阳光 种种的条件 它才会发芽 对不对 今天没有这些蛀原 这个种子能发芽吗 不会啊 不会变现形 你把这些种子 如果拿到火上去把它炒一炒 烘烘的 它还会不会发芽 就是表示蛀原不一样 这样之道意思 我们今天开了剥裂智慧 智慧像火啊 那个业力啊 也会被烤焦的 这样子的意思啊 那个种子也会烤焦 它会生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烦恼能滋认业力 而使它变现形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明白 断了贪爱 烦恼也只洗了 很重要的是一个关键 今天如果我们认为 万法是实在的 得失心就很重了 是不是这样子 一切烦恼 就是由于我们得失心而起的 造业也是我们的得心 得失心从石油感来的 今天知道一切法的因缘如患 非死 无实性 把刹那刹那生灭不住 只是假象 只是犯象 你真的明白 你会执着它是实在的吗 得失从哪里来 人家一句话 你就苦得不堪言 气得要死要活 当你知道实相的时候 因为不过是一个声音 你还会受它影响 会随波逐流 一样的 贪嗔 如以为我们的无名 才起祸 才起造业 才起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之鉴建议 明白了 就不会再愚痴 不会受骗 以为万法是实在的 这个重点如果能把握 烦恼一执习 优利 没有滋润 不会照做 它就会解脱 也是在这里 所以一个真正建法的人 为什么烦恼会止血 碳痴痴会慢慢淡下来 它自然会淡下来 这是比例 我们一棵树 最主要是那个根 根吸收水分营养 你树叶把它砍掉 那个小枝头 你把它砍掉 它还会再生 建法的人 破了建破的人 就像什么 把那个根砍断一样 虽然树的本身还有水分 还有营养 它看起来还绿绿的 还在生长 但是因为根断的原因 它只要一段时间 自然会枯萎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它必定要一段时间 就像我们这么出国的人 贪嗔习性还在 就像那个树的水分还在 营养还在 它有一段时间还会成长 但是为什么 七次人天亡缓 它就会震撼的话 因为根断 水分不再增加 营养不再吸收 它里面的东西消耗完了 就枯干了 一样的 所以建法的重要也在这里 砍断无名 砍断那个营养的根 习性的根 慢慢慢慢的 自然的就会到达 那个树会枯萎 就像我们的那个 环满会枯萎 那个业力不再发作 一样的道理 如果明白了这个 我们怎么会没有信心 认为我们没有办法了 怎么会 所以我说我们建的 之间多重要啊 为什么一定要学圆起法 重要就在这里 佛陀书勿延起法 而成佛成道理 离开这个 你就没有法 每一次谈到延起 我一再的重复 一再的重复 就是要让它知道 因果相生的道理 环滅的道理 也在这里 把这个条件 啊 终止了 就不会相续了 所以人人多有机会 我们现在下定决心 建法 啊 我们的习性也会慢慢淡 烦恼直了 业力它就没有办法 自认就不会发芽 生死是可以解脱的 这个都是重点 啊 导师在他的论注中 他每一次都在很重要的地方 点出那个重点 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 有因缘的人 听到这些法 啊 知道导师的智慧如海 我们要从他的论注中 要多去研究 多去探讨 你们今天听我讲的 还是少部分 有限 我只是提醒大家 点醒重点 但是你们一定要在法海里 去探讨 要多从导师的论注 啊 去学 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导师的智慧 也许我们有缘 可以继续的研究 也许我们种种因缘变化 很快就没有因缘在一起 互相研究 但是不要忘记 你们有任何的需要 任何的疑问 从导师的论注中 都可以得到你们要的 几乎无所不包的 这个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要珍惜 啊 把导师的论注要买回来 放在家里 有因缘就砍就读 任何困扰 找不到答案的 导师的论注里面都有 真的是宝 大家要注意哈 好我们再看讲义哈 这样的圣者 与五重的相续和合中 不见一好的自信法可得 而可以一致称之为阿罗汉 真正体振到这样的境界 五重就是我讲我们五运 我们五运和合的 这个身心来讲 你怎样去观察它 都没有一点点滴滴的自信可以得到 没有实在的自信 无印只是假合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无印中 你可以找到一个不变的 可以称之为阿罗汉的东西吗 实在性吗 也没有 阿罗汉只是假名思舍 断了五下分解 断了五上分解 一个解脱者的称呼名为阿罗汉而已 不是在我们这个身心 去找到有一个阿罗汉的实在的自信 没有 就是体振到一切法的无自信 一切法都不能执着 不会再颠倒束缚了 所以才名为阿罗汉而已 而不是有一个实在的阿罗汉的自信可得 测误一切法的生灭不可得 菩萨名为的无神法人 身闻寄证无神阿罗汉 这里就要让我们明白 八地菩萨的无神法人 跟无神的阿罗汉是一样 体证的都是一样 什么 一切法的生灭不可得 就是无神 生好像现象是出来了 但是因为它是元起如幻的 非实的不是永恒的 所以生非实生 那么灭也非实灭 只是一个现象的元起跟元灭而已 没有实在自信的生 也没有实在自信的灭 这个体悟就是空性 就是无神 体证到这样的无神 确证的叫忍 叫无神法忍 这样子八地菩萨 体证到的就是无神 无神就是灭盘 阿罗汉体证的是无神的阿罗汉 所以它能正灭盘也是这样子 生灭都不可得 更有什么无神可取可得 生灭都不可得 有一个实在的无神吗 无神是假名思舍 在形容 不是有一个真正无神 我们一贯道要回到哪里去 无神老母 他认为有一个无神老母 对不对 真正的理天 要回到那里去 其实他们都是误解了佛法 把佛法的无神 灭盘当作实有的一个境界 要到那里去 如见无神 早就是神 所以你今天说 我有一个无神可得的人 早就生 哪里还懂得无神 因为有一个实有的无神 就是有 就是足取 怎么会懂无神 所以真正的生灭不可得 名为无神而已 这样知道意思吗 千万不要把无神 当为实在的一个神 所以 自以为我是阿罗汉 既有我为能证 无神法为所证 我法能所的二见不除 就是执着我等四相的生死人 哪里还是真的阿罗汉呢 这个讲得太贴切 真正的证到罗汉 体证的是无我 所以能所聚集 不可能说 我已经证了 我有一个能证 我证到的是无神 无神就是所证 那这样子 我法能所 都还什么样 还存在 这个叫二见 还存在 那这样怎么可能是真正有证 什么叫我 我就是执着 有一个实在的 能证的 能的这一边 什么是法 你认为无神法人 是我所证的 那个叫法 那这样我法二值都没有破 这个二见不除 这个二见不除 那等于说还在执着在我等四相 我 人 众生 受者 这四相都有 就是我见 那等于这样跟世俗的凡夫 生死流转的人是一样的 怎么可以说他是阿罗汉 所以真正的阿罗汉 我法二值都破了 一点都不执着 才是阿罗汉 所以没有实在的能证跟所证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如果自以为是阿罗汉 有能证有所证 自己真正有所境界 那个就是真上慢而已 不是真正的圣者 各位 如果我们从这个法上 有一点了解 即使你还没有证入 观念上 知见上 心能建立起来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人间 你还会不会迷惑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 在获重的都是什么 都在讲这些 他们有什么神功 是不是 有什么特殊功能 他能加持你 你来这边 你得什么好处 我请问你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都没有你们所 都很执着 有境界 自以为是什么什么 了不起来的 你们如果明白 这些根本的道理 你们还会迷信 还会迷惑 还会去搞一些 气氧 所以这个知见都很重要 即使你今天还没有清真 至少这些佛法的知见要明白 我们就不会被迷惑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知见有多重要 虚菩提是阿罗汉 所以论到这里 经自己的体验说 世尊不是说我 在诸大弟子之中 所得的无真三昧最为第一吗 不也说我是第一履育的大阿罗汉吗 世尊这样的称探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是履育的大阿罗汉 我能得无真三昧 假使我这样的随 这个相去记着 那就是我见法见 非法见的生死界中 佛也就不会说 我是一个好要修习阿罗那痕的人 那么可见虚菩提 他的对法的了解 是非常深刻的 反之因为不执着使有 无真三昧可得可惜 世尊才称探我行阿罗那行 范语的阿罗那既是无真 三昧既细心一静的镇定 无真三昧从表现于外的形象说 既不宜他争执 处处随顺众生 觉得人世间已经够苦了 我怎么再与他争论 加深他的苦魄呢 无从无真三昧的正经说 由于通达法法无自信 一切淡是相依相缘的假名而来 我才能大悲啊 你去空三昧还有什么无真行呢 从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 虚菩提他正的无真三昧是什么 其实他体正的就是空性 众生也没有实现了 一切法也没有实现了 众生虽然愚痴还没有解脱 那是因为了解真相 不会跟他争了 最大的问题是他体正的空性 他知道无我 体正的是无我 因为无我才能引生悲心 真正的悲心是无我而产生的 众生苦啊 他的无知 你不会跟他一样无知的去争论 产生困扰而已 所以他能随顺众生 借因缘来度化 用善巧来度化 不会用强烈的争执啊 所以这个无真是从哪里来的 无我的体会用悲心来的 已经通达一切法无自信 众生也是无自信 法也是无自信 自己也是无自信 有什么好真 这一切不过是假名思舍 相依相远的缘起法而已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体会缘起 就不能体会无我 就没有悲心 一切都不能成就 所以这里导说在 你去空三昧 还有什么无真行 空三昧 就是从缘起 知道一切法空 是不是 体正到空 才是真正的三昧 一直以这个空 而不颠倒 不执着 这个叫空三昧 离开这个无我的空三昧 哪里来的无真 所以最主要还是空 空性的体正 体正空性要从哪里来 从缘起无自信体会来 这样一一的我们就明白了 缘起空无自信到无我 是不是一贯 大家就要明白了 这一章 示范问答 虚菩提多 随顺空以说 所以我们不管要回答什么问题 今天你把握缘起的空性 这个重点把握住了 任何回答都不理这个根本 你就不会有问题 如随顺世俗呢 那么我们得虚妥华 我得阿兰那行 都还可以充分的分别言说 所以注意听 体正空性 在空性的部分是怎么样 随顺世俗的解释是怎么样 这样明白了 就不会有矛盾 在现象上 要随顺世俗来解释 大家才能明白 在体正空性上 就不能随顺世俗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们要从空性上 无我的体正上 才能明白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法 为什么会争论 一个是站在世俗 一个是站在地义 那两个怎么讲都没有交集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们在世俗的解释 就站在世俗的解释 但是透过世俗的解释 要怎么样阵入法的地义 空性 这个要懂要算强 才不会产生矛盾 比如说我看一个人 我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 那是一回事 一个阿罗汉 如果站在路边 你不认识他 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 你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 好像卡住了 你会看不起他 是不是 但是一个圣者 在空性在法 地义来看他 不得了 我今天讲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学法的人也是一样 要学的是法 深层的定义的问题 要体振 如果我们今天学的 只是世俗的观念 用世俗的观念 来看一个解脱者 你是看不懂的 你还会毁谤他 业就造大 这样知道意思吗 我们今天没有体振空性 不懂的一个圣者 他的直卑 他对众生的那种作为 是随顺世间的 但是你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 你看那个圣人 他还有其性 你看 他跟我们一样 要喝咖啡 真的 我们不了解 真正的一个圣者的内涵 你随便去批评 你造业无变 所以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 来看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